你看我时很远,你看云时很近,相爱依旧,却最终反目成仇,相处短暂,竟感动得剔泪横流。 是什么混乱了近和远的差别,模糊了轻与愁的界限?危险近距离,天网栏目即将播出。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样才有了几位弟弟和嫂子的这第二次报警。 来报案的女人说,自己姓吴,失踪的老伴是山东省人,在齐齐哈尔做瓦工,去年十月中旬,老伴就离开齐齐哈尔回山东老家了。 究竟为什么离开三个多月,仍没有回到山东,自己也不明白。 徐明奇了解到,女人和失踪的老伴,一起生活已经有六年多了。 他俩一直住在一起,也没有登记。 通过几位报警人的描述,徐明奇弄清了失踪者的大致情况。 失踪人员63岁,山东省善县人,多年来一直在山东老家和齐齐哈尔两地,过着冬天向南,夏天往北,这样候鸟式的生活。 几位来报案的男子反映,失踪的哥哥和嫂子的关系一直都不错,并且两人都有较为稳定的收入,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 他俩的关系非常好,特别是因为他俩属于红鸟式生活。 天气好软了,在东北,有时候在东北干一些华家活,老吴追倒的时候也是在东北,也是干一些环卫的活。 两个人共同生活,而且都有收入,生活在他们来看,还算比较富裕。 通过了解,失踪者和山东老家的亲人们,处得也非常亲近。 长时间没有哥哥的音讯,老家的人们也都很着急。 来报警的男子中,除了有失踪者的弟弟,还有一位是失踪者的老乡,工友,是主动来帮着找人的。 他和失踪的老苏都在齐齐哈尔做瓦工,对失踪者的情况比较熟悉。 因为老苏这个性格非常好,工友觉得他好评都很多,老苏本人手艺不行,但是工友都愿意给他照顾,就因为他人比较好,比较实在。 工友反映,2015年秋天因为活少,自己很早就会煽动了。 与失踪的老苏最后一次通话,是2015年的10月13号。 除了工友,大家最后与老苏通电话,也都是在2015年的10月中旬以前。 10月中旬,来报警的女人说,这正是老苏离开齐齐哈尔的日子。 同时,10月中旬,还是齐齐哈尔开始冬季宫暖的日子。 从此,当地就进入了冬天。 所有人都想不明白,冰天雪地的,老苏人会去哪里? 送走报案人,徐明齐立即着手调查失踪者的下落。 因为公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,难免会遇到不明身份的受害人。 因此,徐明齐首先联系了经常勘察现场的技术部门。 除此之外,在外出途中,如果发生事故,或者突然患病,也可能失去联系。 徐明齐又向社会救助,医疗救护,交通管理和消防抢险的部门发出了查询信息。 然而,经过反复寻找,这些部门都没有救助过相似的人。 不久,刑侦技术部门也反馈回了信息。 几次辨认,老苏的几位弟弟都认为,辨认对象不是他们要找的哥哥。 我们日常街景当中,多数有孩子离家出走,到网吧去玩。 但是像这种成年人,这么大岁口失踪,包括家人这种长期找不到就比较罕见。 63岁,身体健康。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,人到底在哪儿,成了困扰民警们的一道难题。 远方亲友来寻人,朝夕相伴的嫂子却一无所知。 侦察员多方搜寻,一一落空。 失踪者居住的宅院里,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是什么模糊了近和远的界限,让它走向了错误的深渊? 危险近距离,天望暂漠正在播出。 2016年1月5号,几位山东男子到齐齐哈尔寻找十连几个月的哥哥。 让他们意外的是,嫂子对哥哥的下落也毫不知情。 接到报警后,侦察员多方查证,并协助亲属进行了多次辨认,也都没有结果。 通过了解,该人是一个智力健全,包括身体,也是健康的一个成年人。 是不存在一种意外的走失,或者是这种失踪状况。 不会走失,很少失踪。 那么,人在吗呢? 民警会想,在报案时,几个山东兄弟始终在和民警沟通,表现得非常奇迫。 而那位嫂子,也就是自称姓吴的女人,却一直很少发言。 但她嫂子并没看出太着急的感觉。 女人虽然外表安静,但在徐明奇看来,表情里却带着一种不安和焦虑。 山东来的兄弟,对哥哥在齐齐哈尔的情况并不了解。 那位来帮助找人的工友,也仅仅知道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 更多的细节,必须向失踪者的老爸姓吴的女子打听。 可当民警联系这位妇女时,她却不见了。 说到嫂子的离开,一位山东兄弟来对民警讲。 就在报警当天的夜里,嫂子曾给自己打过一个电话。 在电话中,嫂子说,要去找媒体发布寻人启示。 通话的过程中说,明天我就去找电视台去登报,去找老宋。 既然求助媒体,为什么还要关闭手机呢? 民警又一次来到失踪者妻子老吴租住的小屋。 整个房间里杂乱无序,随意摆放的物品显露着主人日常生活的状态。 看来女人是突然决定离开的,以至于都没来得及整理。 可老吴为什么要关机呢?他也要与大家失联了吗?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,老吴与山东兄弟通话之后。 第二天一早,楼房的房东也曾经接到过老吴的电话。 我出门,那个电路了,查着了,趴着火,帮我拔一下。 那房东也有钥匙,这个房东就去给他拔电路。 可这事刚办完,房东又接到了老吴的第二个电话。 这次老吴又发出了请求。 我已经这段时间,可能出门很长时间,把暖气水放了。 因为他那检验肉是自己烧的,把暖气水放了,别再冻了。 然后这个房主就去放了暖气水。 和老伴的弟弟说要去发布寻人启示,和房东说要出软门。 老吴的话明显前后矛盾,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言? 侦察员手中是失踪着老苏的身份证。 人离开齐齐哈尔了,身份证为什么会出现在侦察员的手里呢? 原来,失踪着老苏的身份证是山东来的弟弟找到的。 在多次辨认和警方寻找未过的情况下, 几位弟弟打听到了哥哥嫂子原先租住过的一所平房。 在人去乌空的房间里,山东兄弟无意中发现了哥哥的身份证。 身份证在家的,这人走了不太用身份证吗? 而且物品都清理没了。 感到奇怪的他很快将证件转交给了警方。 人离开了,身份证为什么还留在以前租住过的房子里呢? 身份证的出现是毫无头绪的山东案突然变得复杂起来。 很快,大安民警也来到了失踪者和老吴以前租住的平房。 我去了,那大雪都摸到我的膝盖了。 院子里积了很厚的雪。 然后我们清理出一条道,然后再去勘察那个室内。 积雪扑马的庭院,整个宅院空漏漏的,似乎连空气都是凝固的。 我们进正房一看,就连什么锅耳飘盆都没有,收拾非常干净。 经过仔细搜索,在遗留失踪者身份证的房间里,民警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线索。 东北有炕,炕檐下这个墙面,发现有一些喷溅的,这是疑似血迹。 大凡居住过平房的人,都有在家鲨鱼、载鸡,改善伙食的经历。 如果房间里遗留一些动物血迹,也属正常。 由于房间控制太久,民警们不敢有丝毫马虎。 发现沙滑的侧面,还有这个房亭里,后来又发现房门,底下也有这个血迹。 几处已死的血迹早已干涸,如果不仔细观察,很难发现。 但民警们依靠强烈的职业敏感,还是准确捕捉到了他们的存在。 而随着勘察面积的扩大,人们又找到了更多的遗体。 远方亲友来寻人,朝夕相伴的嗓子却一无所知。 人去乌空,疑似的血迹究竟从何而来? 踪迹全无,神秘的嫂子难觅巨像。 他为什么要走? 又是什么让他走向了错误的深渊? 危险近距离,天网栏目正在播出。 2016年1月上旬,几位山中兄弟到齐齐哈尔寻找失联几个月的哥哥。 让他们意外的是,嫂子不仅对哥哥的下落毫不知情,随后也失去了联系,不见了踪影。 而民警们却在二人租住过的房间里,发现了多处疑似血迹。 这也创我的记录了,勘查了14天,而且是从白天一到半夜,我们勘查这个什么? 因为需要做一些实验,用一些我们的特殊的实际,他要求必须的是非常黑暗的情况下。 随着勘查的不断深入,侦察员除了发现少许血迹之外,还发现许多清洗、擦拭等掩盖现场的痕迹。 当勘查到厨房时,角落里一件十分细小的物品,吸引了从事法医工作多年的王桂平。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然后还有碎骨。 经验丰富的王桂林判断,这是一块碎骨,不像动物的骨头。 并且很有可能是在受到打击后,形成粉碎性骨折时掉落。 侦察员找到的痕迹物章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改善伙食的状况。 一种不祥的感觉,用上了王桂林的心头。 在这个细微的蛛丝马迹当中,工作非常认真。 我们的警队长在工作特别认真。 在这种发现他这个犯罪痕迹以后,感觉到这个男人的失踪肯定不会挺寻常。 经过检验,七七哈二世公安局技术部门很快做出了鉴定。 侦察员在现场发现的许多痕迹物章,全都指向2015年10月就已失去联系。 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苏某。 经过现场勘查,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应该是在他原来租住的房屋,可能就是他的第一专现场。 现在看来,作为和失踪者共同生活的吴某,对老苏的遇害很可能早就心智肚明。 而他的不辞而别,正是在逃避打击。 法案民警对吴某可能出现的区域进行了严密布控,张开了天罗地网。 但吴某却始终没有出现。 短住的住客。 短住户,旁边没有人住,旁边一样,没有人住。 走坊部,没有其他的一点。 生活作息时间不太一样,我们穿插开了。 进一步了解吴某的基本信息,民警发现,没有人能够准确描述老吴的生活状态。 老吴性格比较偏执,跟邻居基本上不接触。 在大家眼里,老吴从来不和邻居们来往。 基本上是一个特立独行,而又身居简出的人。 日常生活是一个所作事啥的。 不管外界脸,能自己处理就自己处理。 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,自己的身边还有老吴这样一位邻居。 树立老吴的社会关系,帮了人员了解到, 虽然与老吴血缘最近的几位亲属就住在齐齐哈尔市区, 但老吴和他们处得并不融洽,也很少来往。 家庭出现一些纠纷了,不想要怎么去解决,就想要怎么去逃避这个问题。 包括他父亲说的,这也是转身溜走。 综合来看,在情感上和老吴最亲近的人, 除了失踪的老苏之外,寥寥无情。 然而,种种迹象一再表明,如果失踪的老苏在出租房里遇害, 最大的嫌疑对象,正是和他关系亲近的伴侣五毛。 既然长期生活在一起,关系还不错。 个性独立,深居简出的老吴,为什么还要加害自己的老爸呢? 办案民警心中的疑问,越来越多。 屋门那个下眼也发现,而且就有这个成条的。 综合现场所有的寒几物证,虽然说明失踪者在这里遇害, 但凶手并没有在此处分尸。 无论是现场的出血量,还是这个这种分布情况, 不具备这种肢解尸体的这个条件。 我们在这个炕上发现有心磨的这个痕迹, 怀疑这个宋老头被藏在这炕。 但是我们扒开一看,尸体没在这儿。 民警们找遍了房间和整个院落, 一直没有找到尸体。 老苏遇害后的去向疑云重重。 没有被肢解,就是说整体运出这个出入屋。 远途运输应该具备交通工具, 如果近距离运输, 那这个就需要一个藏匿尸体的地点。 失踪并且可能遇害的老苏, 长期在建筑工地上做把工, 身体强壮。 因而,无论是行凶, 还是往外搬运, 折地藏匿尸体, 瘦弱的老苏都很难独自完成。 所以是这样我们产生的怀疑就是, 能不能有其他人, 即使是凶案的话, 能不能有其他人帮助他做案。 进一步检索老苏的社交圈, 除了报案的当晚, 他曾经联系过山东兄弟, 第二天联系过楼房房东以外, 没有异常。 倒查2015年10月被害人失联时的情况, 老苏也没有新认识的朋友。 要想解开失踪者遇害的谜团, 答案只有一个, 找到隐藏起来的老苏。 远方亲友来寻人, 朝夕相伴的嗓子却一无所知。 疑云重重, 神秘的嗓子难觅去向。 远复山东隐秘的出租房里, 玄机暗藏。 是什么模糊了近和远的界限, 让他走向了错误的深渊。 危险近距离,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。 2016年1月上旬, 几位山东来的男子, 到齐齐哈尔寻找失联近三个月的哥哥。 报案民警在侦查过程中, 发现无故离家的嗓子老胡有重大嫌疑。 报案民警进一步了解失踪者的情况时, 又有了新的收获。 因为宋的一个人, 他比较勤劳, 很干。 他就是对家里的一些, 就是钱的方面, 都交给老胡来管理。 来寻人的山东兄弟向民警反映。 做瓦工的哥哥一向非常勤结。 除了日常收入交给老吴大礼外, 还用攒下来的钱, 帮嫂子解除了后顾之忧, 使老吴去了一块心病。 这个宋比吴收入要高一些, 帮吴交了一些养老保险, 医疗保险这些费用。 后期吴到了年龄之后, 要领起退休金了。 钱? 老苏被害和老吴的出走, 是不是与钱有关呢? 敏感的民警, 马上调查老吴的经济状况。 发现, 就在山东兄弟来寻人的前几天, 他就将两笔数额较大的定期存款, 提前取了出来。 因为还没有到期, 都求退了, 这两笔总共是六万元, 觉得非常可疑。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, 就在老吴失恋后的第三天, 老吴约在山东的女儿, 却多出了一笔存款, 数额恰恰也是六万元。 邦安民警火速赶往山东上。 但是, 在当地民警的协助下, 侦察员找到老吴女儿家的时候,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 老吴似乎根本就没有来过这里。 老吴似乎根本就没有来过这里。 他害怕就是, 他在潜逃的话, 真的就是没有任何抓手了, 不知道他会逃向哪。 老吴如果要想在当地隐藏, 必然会躲在一般人难以找到的地方。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, 侦察员对周边区域进行了详细摸拍, 终于取得了重大发现。 民警看到, 下班以后, 老吴的女儿女婿经常外出, 并且常去陌生的地方, 接触陌生的人。 让我们坚信, 这个人一定在他女儿家附近, 而且不会太远。 民警了解到, 他们联系的对象, 都是一些发布房屋出租信息的人。 租房, 可能这是老吴快速隐藏的最佳途径。 经过查询房屋出租信息, 民警很快去定了目标。 整个楼道里非常安静, 房间里也没有任何声响。 快速旋转的电表, 说明屋内启动着大功率电器。 一切都说明, 房间里应该有人。 民警耐心等候着实际的到来。 时间整整过了三十分钟。 终于, 房门闪开了一道缝隙。 民警果断行动。 指高气昂。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? 因为当地警方配合了, 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什么地方。 随着老吴的落网, 整个事件揭开了真相。 要锤子打死。 现在睡着, 睡着了, 拿锤子给打死了。 我们觉得很残弱的一个女子, 特别是年龄还比较大, 能不能做出这种案件。 后期经过我们科学的这种分析和认定, 认为当时她在作案的时候, 应该是比较冷静。 民警们分析, 老吴的冷静与她以往的经历有关。 在和被害人一起生活之前, 老吴曾经有过两段婚姻。 但是, 两段婚姻都在生育子女后, 以家庭不合, 夫妻离婚宣告结束。 但在两次婚姻里, 老吴都是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的管理人。 曾经有几个男友, 在处理这方面, 包括在纠纷的时候, 她那种心肠都比较狠, 也比较硬。 这两个丈夫都反映, 离婚当时, 这个男方基本就属于净身出户, 什么东西都没有。 在离婚前, 就已经占有和转移了家庭财产。 在民警看来, 吴某结束婚姻的方式有些绝情。 在谁在干什么呢? 啥美饭? 啥美饭。 老吴和被害的老苏出现问题, 恰恰也是因为钱财。 因为两人过着候鸟式的生活, 每次跟随老苏回山东老家, 老吴都因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而难以适应。 因而, 老吴向老伴提出了不回山东的想法。 老吴跟他说, 你要是冬天不管回山东, 那么大家就别在一起过了。 那么你就把我以前团在你那里的钱, 包括跟交友的冒险的钱都帮给我。 最终因为担心失去钱财, 加上羁押已久的不快, 让老吴忽略了亲情, 走向了极端。 也就是2015年十月中旬的一天, 两日产生证据之后, 我能有了一种要把混杀死的想法。 就在当天夜里, 趁老苏熟睡, 老吴用钝器捶杀了老苏。 最终民警们用施工机械, 破开院里坚硬的洞土, 在地下的深处找到了被害的老苏。 据犯罪嫌疑人吴某交代, 掩埋尸体的过程进行了两天。 面对半岸民警, 吴某第一次流下了眼泪。 让人遗憾的是, 这泪水并不是送给死去伴侣的。 老吴的感动, 仅仅是因为其他嫌疑人给予的点滴帮助。 我干啥不方便, 都帮我, 吃多少的, 吃个好吃的也给我。 而此时此刻, 在他的眼里, 与被害人之间多年夫妻的恩和情, 多年共同生活的暖和热, 早已温度退进, 淡漠如冰。 可能是距离有的时候吧, 应该是产生美, 但有的时候呢, 距离产生的并不等于都是美。 因为两个人可能彼此之间互相接触的太多, 彼此越熟悉越了解。 如果越熟悉越了解, 了解他的优点的时候, 吸收他的优点的时候, 可能两个人彼此就会向优点的方面去靠近。 如果吸收的是看到, 过于了解, 看到另一个人的烟烟面的时候呢, 有可能就是, 从烟面这个角度, 邪恶就会产生。 所以说, 作为人, 我们应该学会真是身边的这种亲人和朋友, 善意的这种友好和善爱。 你一会儿看我, 一会儿看云。 我觉得, 你看我时很远, 你看云时很近。 据犯罪嫌疑人吴某公说, 他和老苏曾经有着很深的情感。 这种情感甚至让他深深依赖。 但正是在生活中忽略了来自亲人的温暖, 让他一步步走向了害人害己的深渊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, 廖辉才, 南, 1974年11月9日出生。 户籍地址, 广西壮族自治区, 宾阳县宾宾宾州镇, 顾名村委会, 下寨村五队162号。 身份证号码, 452-123-1974-1109-1339。 该犯罪嫌疑人,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。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, 及时拨打110报警。